这真是惊喜的大奖快到碗里来 好看的小品挨牌端上来 好玩的游戏陪你过大年 你说那游戏 那元宵节最硬镜的游戏 可就要数猜灯迷了 听说王群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就现丑了 听好了 我这一灯迷 说我从我爷爷兜里 拿了一红包 打一个喜剧演员的名字 红包 我喜欢他 觉得这过年的氛围很恰当 他是谁啊 我是孙子嘛 孙涛嘛 孙涛啊 这叫什么你等候 我也出一灯迷啊 我的灯迷的迷面听好了 五彩祥云 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你这祥云听起来也特别的喜庆 一动不动 但这迷哥的是 邵峰啊 为什么呢 少风 所以这祥云他才一动不动 没风呢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嘛 看来啊你们说完了孙涛说少风 欢乐饭米粒里最欢乐的大姐夫和二姐夫是不是要闪亮登场了 没错一定的啊 欢天喜地闹元宵 我们组团《我们组团来报道》 你一战外了暖房命运 三百个月 今天我感觉我自己特别像个企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欢乐饭给这一家当中 丁老师还是喜欢叫你大姐夫 我们一共拍了有将近六计 三百个月 这个在任何一个情绪当中来说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秘籍 说过这实话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承认不承认 就是两个人亲情 无论是戏比其外 在座的这些都我们家人 其实最了解我们每一个演员的这个 行为举止就是孙涛老师 对 我肯定说他揣过人物 每个人他都走过去分析过 对吧 每个人特点都找到 是吗 那现场我们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学他也有像 你来 你随随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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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这爱一般这种事都发生在什么情况 他在干嘛的时候 你别拿手机随时 就你要下午的来拍个小视频吧 马上就 所以就他的标准性的动作 我怎么没我怎么没见过孙涛老师现场我们来原版的这个 然后来 录走音啊 录走音啊 所有人手机拿出来 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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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跟我跟我学一位大姐好不好 听说你学得特别像 这个我们还是看不见 好恐怖啊 但你说大家可能有什么镜头看的 大门这最大的特点是上台这几步 哇 那学一个 来一下 你别看张爱雅小卷坐接着 你看小卷 背接着 大一走起到台上一上 对啊 哈哈哈哈 而且张爱雅阿屯紧头上 哼 张爱雅 你来一个来一个 我蹦不够 你跟你讲 张爱雅最大穿大长裙啊 大长裙多啊 水缩到这儿啊 大长裙 你看那边啊 干啥变了 你要有个蹦高的事 你就看张爱雅小卷 你 哎 哈哈哈哈 就在老了 然后这样 这样 哎 不是使劲传是主怕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咱再说小米片啊 这是我们这个 作品里边的一个颜值的代表 只要穿上这超短裙 那出了以后就这样啊 嗯 特别说 这是全国的电视观众们 2019年 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 好